在打西手册 修行纲要里边 我建议大家每天回家呀 带三面餐 送三部经 念一万阿弥陀佛 作为自己的明日定课 但是很多同修反应 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又成为一个负担 成为一个痛苦 所以在打西手册 修行纲要将这一段 做了一个改变 调整 改为我们建议大家 每日按照礼佛大成伟文 拜灿 树枭业障 每日读诵地藏经 婚念地藏 拿过地上往菩萨 回向自己的冤情 在主力的中心 那一口得了往生净土 在此基础上 每日念 南无阿弥陀佛 发出窃月 往生希望净土 把功课数量去掉了 各位主持人 在主持打七时 对于功课量 对于功课量 七打七的这些同修们 自己根据几十几情况来安排 有能力多做 没能力少做 那么各种条件不具备 也可以不做 不需要勉强 不给大家 叫什么负担 大家自己定 不做也可以 不需要可以 否则呢 有了这个压力了 做不到 就到处啊 问这 东问西问 心里也不踏实 不安宁 所以把这个改掉了 所以呢 各个道场 可以把这一段话打下来 在原来的地方 粘贴上覆盖住 那么过去打过气的同修们 也建议 大家呢 也向他们告一下 不起功课量了 不要求大家功课量了 自己定 有能力就做 没能力不做 能力多的 我们多做 能力少的少做 一切随大家